大家好,我是Mr.Amandso 今天會來講HKDSC 2017 Mathematics Score Pepair 2, Section B, Question 35 第35條就是講Compax Number的複數 複數包括兩部分 第一部分叫Where,即是數目指 第二部分叫Imaginary Path Imaginary Path就是有個I的部分 I是什麼? I就是跟負1 I的二次就是負1 I的三次就是負I 四次就是負1 負1乘負1 然後它好像輪迴 去到五次就成為I 然後I負1 I負1 負1 負1 一路永世的輪迴 不信呢,可以試一下畫面上的四個例子 好,看看我們的題目 題目就說 這一塊的東西其實是一個real number 即是說 如果我們找到I的任何系數 一定是0 好,那怎樣找到 怎樣找到它成為一個Compax Number 你也要先解決2-I的分母 怎樣解決? A加B,A減B OK 那你會覺得 是嗎? 變成I的二次 I的二次發達 是負1 那你就可以先把I的負1 這麼巧 2的二次 再減負1 就是5 OK 那就剩下 2加I 再加Ki 好,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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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頭公女說 當年要看回 對上一年的第三 十四條是講Compax Number 那一條都比較接近 真的要回去 咪一咪它 我非常推薦 你去找YouTube咪一咪 15年那條 15年那條 色神卻搞你生命有緣的 在樓下市 大家更加會見 多謝大家,拜拜